大使车陆续开进空地中 怪兽则在地面挖出大洞 陆续将车斗上载运的东西倒进洞里 但车上载着的全是建筑废弃物以及废土 严重污染土地和水源 台中大甲 外浦 后里等区域 从去年9月开始就有多名地主将土地出租后 发现遭人烂到废弃物以及废土 想找陈租人发现对方已经逃逸无踪 报警求助 检警与环保局等多单位合力侦办 终于逮到灵性主贤等31人 发现这个灵性主贤他是利用人头 来设置园艺公司的行号 欺骗5名地主是要租地来种树 那在种植之前需要使用怪手整地 实则是从北部工地偷偷运来 营建废弃物偷到 遭到污染的土地面积 达到38213平方公尺 粗估光是复原 这些土地就需要5200多万元 台中地检署日前贞结 也针对灵性主贤等31人 以違反组织犯罪条例 诈欺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